和大家介紹一個防脫髮品牌 就是來自荷蘭的Neophorex 全公司只有一個任務 就是用草本研發出最有效的防脫髮產品 還有與全球實驗室和生物技術公司合作 產品有外敷亦有內服 外敷就是shampoo和lotion 都會用草本活性成分 抑制男性可爾蒙DHT 因為會令毛囊萎縮 令毛髮的生長周期縮短 先講這個stimulating lotion 因為它是新配方 它有個專利叫NeoSeal 是由九種活性成分複合而成的專利配方 其中有藍童性態可以增生膠原蛋白 令頭皮更加厚 AdminoSeal就是防止毛狼堵塞 Vividin就是增加血液循環 令養份可以入到毛狼裏面 還有複緩子酮可以促進生長因子 令毛狼長得到頭髮 還有加長長的生長周期 還有地獄 就是抑制一種會令毛狼萎縮的生長因子 線紙用來提高頭髮的密度 看坤布、綠茶翠翠和紅花 就可以增加頭髮的生長潛力 看坤布和綠茶 還要是天然DHT抑制劑防止脫髮 這個複合專利成分 是有臨床實症的 它可以在48小時後 令頭髮的生長細胞增加96.8% 它還加了維他命B5和龍舌蘭 幫助頭皮保濕 就不會因為乾燥而脫髮 有這麼多好的成分 頭髮又吸不吸收到呢 所以它加了一個技術 然後噴三下 側面就每邊一下 然後按摩頭皮就可以了 接著就到它的shampoo了 它裏面有六種草本成分 都會和Lotion overlap 還加了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是1%的PO 這個PO可以令頭髮長多些 和長粗些 PO是有臨床實症的 它可以令脫髮程度減少16.6% 令頭髮生長的數量增加8% 還有令頭髮的粗度增加7.7% 還加了人參、維他命B3和咖啡因 其實都是防脫髮和滋養頭皮和頭髮 作為洗頭水 它也加了葫蘆巴和薄荷油 就是用來抗鹽、抗菌、抗真菌和防皮舌 看看質地 它是綠色的GEL狀 很容易起泡 還有薄荷味 很清新的 這個shampoo用法有少少特別的 首先用了少少 洗走表面的污染物 然後用正常的份量 在頭皮上按摩 要留在頭皮上三分鐘 讓它發揮功效 內服有純素的激活發量丸 它裏面有五種天然DHT抑制劑 六種營養成分可以促進頭髮生長 還有六種不同的維他命B 是維持頭髮的健康 吃法很簡單 每天三次 每次是餐後吃一粒 如果你有脫髮的跡象 當然是每天用shampoo和lotion 而這個丸最多可以一天吃六粒 即是每餐後吃兩粒 譬如我暫時沒有脫髮問題 不過我當然想預防 我會每星期抽兩天 用shampoo和lotion 還有食活發量丸 Meming Mart